花莲市公所特别在国庆里的保民工钱广场 举办了第一届客家竹笋节庆丰收的活动 除了有美味竹笋料理品尝 以及农特产品的展示之外 还有许多精彩的表演活动来和民众分享 民众在活动中也体验出了在地的好时光 也借此了解到客家文化 推广客家美食文化 花莲市公所举办了第一届客家竹笋节庆丰收活动 市长魏嘉贤表示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象征竹子坚韧特性的客家精神 也希望借由活动举办 妇科当时花莲农民祈求平安丰收的场景 让更多人了解认同客家文化 这次的客家竹笋节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能够发挥说我们过去在花莲市 有高达七成的产量 北花莲七成产量都由我们国庆里所产生的 那跟客家族群客家人的精神一样非常应景 那不管在恶劣的环境里面都能够生长出来的客家竹笋 然后连结客家的精神 那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把过去我们这里非常历史渊源 非常久的一个保民工也能够一起带出 让国庆里这个客家庄重新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跟认同 那未来也能够推广客家文化在这里落地生根 持续的发扬出来 那我们这次要谢谢我们各个社区发展协会 各个里长 在这次等于说是一个花莲市的客家 其中的一个成果展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花莲在地的客家文化 也希望我们客家的摊商 客家的好朋友都能够来这里把自己的手艺展现出来 在此要谢谢非常多协助的单位 包含我们保民工 还有我们的一个花莲市农会 大力的支持 让我们这次活动能够圆满顺利 市长吴家贤首先率领公主团队 还有余会贵宾 以及保民工的礼监士们 一起向五谷先帝全程拜祷 并且献上了鲜花素果竹笋料理等 希望先帝可以保佑花莲 无苦丰收物产丰饶 而目前正是竹笋的盛产期 品尝的好时机 施工所特别和市农会的家政班合作 准备了许多美味的竹笋料理 免费让大家现场品尝 而除了美味的竹笋料理之外 还有很多的趣味闯关活动 总奖金高达1万块钱的拔杯竞赛 吸引了很多民众来试手气 活动当天在现场摊商 消费满100块钱 还可以兑换摸彩券抽大价 整个场面热闹非凡 据实力情侣会花莲市报道